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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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呢 就是... 就說了 因為我要自己做主 所以我也要自己做MV的女主角 哈哈哈哈 當然就是建構了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其實有某部分是跟我很吻合的 也是以我為出發的一個藍圖 但我覺得更大部分是 很多的女生也會有 某一部分的你自己在這個角色裡面 那這個角色是一個獨立的工作者 然後他在事業上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也是一個蠻成功的女性 他自己也很會劃分公領域跟私領域 像他吃飯的時候 雖然是自己一個人 但他喜歡去公園 然後自己帶著便當 然後看著在公園遊玩的一些人們 還有一些風景 真心想吃 那就換吃吧 吃光然後收起來 哈哈哈哈 對對對 也不一定 真的有夠好吃 你吃飽了你 你吃飽了你 這包藥真的很好吃耶 這哪一家啊 有特別了不起的藻嗎 有特別了不起的藻嗎 再吃是不是 再吃 好吃嗎 真的很好吃 酸酸甜甜的 我是一個好爸爸 他們知道我臉很圓 我是一個很圓的個人工作者 臉很圓的個人工作者 好 一半六四三 晚上馬上猶豫 哈哈 然後我就跟妳一樣睡覺 不是我真的蠻懊悔的 以後我不會再這樣 這麼放縱的亂吃什麼 你多真歸 是一位 然後我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整整拍了兩天 然後花了兩天的時間去 進入去理解這個角色 一起拍照 你在哪裡 你要比什麼 你在喜歡比什麼 又跑了 又跑了 我有沒有拍到啊 會不會 會不會 我覺得MV的一開始 其實就很像介紹他的一天 從我在家裡面 開始 我起床會做什麼事情 然後到我工作 然後現在就是一個 你安慰他完 然後你現在就一直聽到他在 在吐苦水 你吃有點像是你的 像是在專心 像是在發泄 我們一直吃這個菜 欸他菜還有嗎 他這個菜的蔬菜棒還有嗎 菜好啊 我快要死了 那衣服一盒一盒 一盒一盒 我快要死了 我快要死掉 我快要死掉 一盒一盒一盒 是 但最終沉澱下來 洶湧而至的是一點孤單跟寂寞 導演的設定其實就 我覺得他的故事就寫得很好 很有畫面感 剛剛在跟我的頭髮 有很有感覺 很感激 很有感覺 我的手指 在跟我的頭髮做一個清雪 有 哦 他抹那麼多膠能不行嗎 你自己抱怨 因為他的家已經被他整理的 井然有序 然後就是都乾乾淨淨的 這點跟我的家比較不一樣 我永遠有做不亂的家事 所以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孤單 就是當他發現他要找事做的時候 他無事可做 我覺得這真的 讓人覺得特別的慌張 特別的手足不錯 最後的動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倒水喝 然後再洗被子 就倒水喝再洗被子 可是這個動作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魔力 就當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的時候 我就突然就很悲傷 就覺得怎麼會這麼的難過 然後那時候情緒一來的時候 我記得 因為那時候那一刻導演還說 先不要哭 先不要激動 我們先拍一些浪的 然後你做一些事情這樣 可是我拍到一半的時候 我真的情緒來了 我撐都撐不住 那個就像洪水一樣 那個眼淚 那個悲傷 那個情緒 全部撐這樣衝出來之後 我真的再也停不住了 我就是 就是 就覺得好難過 對 其實我剛剛也不要哭 但是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喝著喝著就想哭 喝太多 對 因為我知道 等於我越來越說先不要哭 可是我就是喝著喝著就很想哭 對 現在如果再有 我們再有這一拍會 對 雖然事後我就在想說 對 我在難過什麼 是不是 我自己的生活有這樣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一定有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感覺到 在這個世界上 好像只有你一個人存在的感受 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好像進入了這個 我們虛構的這個角色 我們沒有給他名字 應該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 小美好了 王美露我要自己做主嗎 小美 感覺到他在那個屋子裡面 他的生活 然後他的孤單 還有他的壓力 好冷喔 好冷喔 好好看 我的衣服也要死 我的內衣都死 雖然他難過 雖然他哭泣 但是情緒發泄完之後 其實他 對他現在的生活 他是有信心的 他是自信的 他是自在的 對 我希望這個角色 演完之後 可以有給大家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在裡面 過著戲 我覺得 喔 開戲好好玩喔 比唱歌好玩 喂 哈哈哈哈